伙伴们快建房 老头还有差万秒就要来呢 咦 奶糖 你也太怂了吧 我们年轻人身强体壮 这帮老大爷有什么好怕的 那他们要是讹你呢 而且是两百个老头一起讹 过去 大家快建房 躲避老头啊 诶 纯纯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信不信老头派来的奸细 臭奶糖 你才是奸细的 我这是房主神器 凯荒变身器 天 小偷会想自己去小偷吗 你肯定是奸细 是吗 臭奶糖 反正让你看看 我摸到纤纯的厉害 诶 纯纯 我信了 我信了 你劳了我吧 哼 导致如此 何必当初 这次是老头下降 跟熊孩子下降是一个道理 所以奶糖决定把房子建在空中 这样老头就下不来呢 话不多说 我们先用复制方块和薄金块 把地基扑住奶 然后我们再用钻石做一个楼顶出来 这样我们就不用怕老头突然下降了 接着 房子的背面 我决定用黄金块来建 黄金和钻石的搭配 这样才能显出我的气质 两边我们就用玻璃块来建 玻璃块的好处就是透光 还好看 房子里太暗了 我再装上玻璃灯照明 然后就是内饰呢 再放上两张西木丝大床 到时候想睡哪张就睡哪张 美机机 床头上放两个储存柜 方便储存东西 再铺上豪华羊毛地毯 这在古代可是只有当官的才有啊 你细品 门口 我们都用翡翠石来建 黄金 钻石和翡翠石的碰撞 瞬间 我的房子就嘎落上了有没有 就是这个门 没办法 家里只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再用玻璃灯装饰一下 再给家里的玻璃揽个设 哦耶 我的房子大空告成了 剪辑完美 什么 脑头怎么就来了 还好我已经建完了 诶 可乐哥 你怎么过来呢 你不会去来称房子的吧 你放屁 臭奶糖 我 我 我只是 我来看看你的房子建的怎么样了 哦 我怎么那么无信呢 哇塞 奶糖 你家这建的不错嘛 那必须的 你也不看看我奶糖是谁 不过和我比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的房子可是最好看的 天 臭可乐 你少在这里吹牛 我去看看你家就知道了 不是吧 可乐 你对好看这个词 怕不是有什么误解吧 你家也太小了吧 而且 这床怎么是全空的 不动了吧 这可是我发明的魔法床 它可是有魔法的 可乐 麻烦你下次吹牛之前 打打草稿吧 要不然隔壁村的阿傻子 会觉得你是他同伴 我再去看看柚子的家 嗯 不错 柚子家的颜色还是非常好看的 就是有点小了 再去看看橙子家 不是吧 橙子 你家怎么这么长的楼梯呀 不懂了吧 我这可是复古建筑风格 哎哎 奶糖别走啊 那我家喝杯茶 算了算了 你家太小了 我怕被急死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是奶糖的家好看 还是可乐柚子成绩的家好看呢 你不开安 好看呢 我怕你